最新 杨恒均起诉书曝光 六度解析获得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披露的最新信息 涉及间谍罪的杨恒均英文名 曾用名杨恒均 画名 江平的起诉书细节曝光 起诉书声称 杨恒均被指控于1994年至2002年期间 为谋取高额间谍费用 指使其女友吴燕燕在香港邮寄投靠信至台湾军情局与台湾军情局勾结 搜集我国情报信息 起诉书声称 杨恒均利用在海南省国家安全厅的职务便里 获取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 并与吴燕燕多次在香港等地见面 将情报信息传递给台湾军情局 收取了相应的间谍费用 起诉书声称 据国家保密局鉴定 其中涉及的文件包括绝密级和机密级的国家秘密文件 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 起诉书声称 杨恒均于2019年1月19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查获归案 以下是二人起诉书完整内容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控告书 被告人吴燕燕 英文名 曾用名吴燕 化名陈妮 女 1967年2月9日出生 汉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香港永久性身份证号码P066011A 高中文化程度 案发前是香港足康健有限公司的职员 出生地在海南省 现住址为香港离岛区雨景湾雨景广场地做527事 因涉嫌间谍罪 在2019年2月4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监视居住 于2019年7月17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 2019年8月23日经本院批准 于同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 被告人吴燕燕涉嫌间谍罪一案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22日核准追诉 后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 于2020年3月23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本院受理后 次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并依法询问了被告人 听取了辩护人刘燕生的意见 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在此期间 因案情重大 复杂 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 由2020年4月24日至5月8日 7月8日至7月22日 9月23日至10月7日 因部分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退回侦查机关 补充侦查二次 自2020年5月8日至6月7日 7月22日至8月22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份院起诉书 被告人杨军英文名 曾用名杨红军 别名杨恒军 化名江平 1965年10月10日出生 汉族 澳大利亚联邦国籍 护照号码 PA8431533 博士研究生 案发前 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 职业室独立写作者 出生地在湖北省 现住址为美国纽约州海兰米尔斯市佩斯利小街7号 因涉嫌间谍罪 在2019年1月19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监视居住 于2019年7月17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 2019年8月23日经本院批准 于同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 被告人杨军涉嫌间谍罪一案 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 于2020年3月23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本院受理后 次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并依法询问了被告人 听取了辩护人莫绍平 上保军的意见 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在此期间 因案情重大 复杂 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 自2020年4月24日至5月8日 7月8日至7月22日 9月23日至10月7日 因部分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退回侦查机关 补充侦查二次 自2020年5月8日至6月7日 7月22日至8月22日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杨军于1994年4月至2002年间 为谋取高额间谍费用 指使其女友吴燕燕另案处理 在香港邮寄投靠信至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以下简称军情局 经国家安全部确认为台湾间谍组织 与台湾军情局人员连荣宗 黄国道 康凤 邓耀华 经国家安全部确认为台湾间谍组织军情局人员 均为台湾间谍组织代理人勾结 执行搜集提供我国情报信息的任务 并配备化名江平及专用通联地址 被告人杨军利用在海南省国家安全厅的工作便利 通过戒约后进行拍照 拷贝等方式获取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 制作成录像带或电脑瓷盘进行存储 他多次与连荣宗等人在香港等地见面 将存有40份文件资料的录像带 电脑瓷盘提供给台湾军情局 收取间谍费用美元22万余元 港币270余万元 经国家保密局鉴定 其中31份文件为绝密及国家秘密 9份文件为机密及国家秘密 被告人杨军于2019年1月19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查获归案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军至今已被中国当局关押5年多 他的一位家人表示 北京一家法院今天判处杨恒军死刑缓期执行 杨恒军的家人表示 他们对死缓判决感到震惊和悲痛 并称这是最坏的预期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迅速发表声明 表示感到极为震惊 并召见中国驻澳大使 2019年1月 杨恒军在中国广州被拘留 他被指控为一个中国未公开确认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 直至目前 针对他的案件细节尚不清楚 2021年5月 杨恒军因间谍罪被秘密审判 但法庭一再延迟判决 案件一拖再拖 悉尼学者 曾是杨恒军导师的冯崇义表示 法院周一做出了死缓判决 两年后将转为无期徒刑 他说 杨恒军的家人告诉了他这一判决结果 他表示 这是一起严重的不公正案件 并补充说 杨否认了这些指控 他敦促澳大利亚政府 为杨寻求保外就医 北京的另一名人权律师 证实了这一判决 他被判所有罪名成立 该律师表示 由于此案的敏感性 他要求匿名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今天下午就此发表声明 称这一判决 对于杨恒军博士 他的家人 和所有支持他的人来说 都是令人痛心的消息 我知道在多年的不确定性之后 他们都会感到极度的痛苦 这段时期异常艰难 像许多澳大利亚人一样 我被杨博士的力量 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力量所感动 澳大利亚政府将以最强烈的措辞传达我们的回应 黄英贤在声明中写道 我们一直呼吁 根据国际准则和中国的法律义务 为杨博士提供基本的司法标准 程序公正和人道待遇 我们将继续争取杨博士的利益和福祉 包括适当的医疗 并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领事协助 对澳中关系有何影响? 杨恒军被判死缓 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尤其是当前正处于澳中关系回暖的关键时候 澳大利亚著名智库洛伊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马力德表示 这一判决给双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它有力地提醒人们 中国体制不透明 对外国的合理不满 无动于衷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罗震 表示 北京方面曾表示 希望超越与澳大利亚稳定关系的范畴 但这一判决将使关系解冻变得更加困难 就处理国内政治方面而言 这一判决使阿尔巴尼斯政府极其难做 外长已经使用了强硬措辞 直接表明失望之情 罗震说 新闻背景 杨恒军 现年58岁的澳大利亚籍民主活动人士杨恒军 曾在2011年告诉他的导师冯崇义 他从1989年开始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了10年 包括在香港和华盛顿工作 后来辞职去了澳大利亚 杨恒军于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 2002年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2006年在悉尼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冯崇义是他的导师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杨恒军一直在写间谍小说 在台湾出版 讲述了一个同样姓杨的双重间谍的故事 他还撰写有关中美政治的文章 他于2019年1月从纽约在广州机场入境时被拦下 同年7月他被正式拘留 8月被控间谍罪 他一直否认这一指控 北京方面从2021年5月起开始对杨恒军的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 对他的判决被推迟了至少十次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多次表示 对杨恒军案件的持续拖延深感不安 并称自杨博士被拘押以来 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呼吁根据国际准则和中国的法律义务 给予杨博士基本的公正、程序公平和人道待遇 中国方面则表示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合法权利 并敦促澳方应切实尊重中国司法主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去年8月 杨恒军在狱中写信告诉他的支持者 他的一个肾脏有一个直径10厘米的巨大囊肿 一直没有得到治疗 他感到非常痛苦 担心会死在中国 去年11月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历史性访华前 杨恒军的孩子恳求他尽其所能 让他们的父亲能够获得释放 恳求他在继承累获释后能再创奇迹 然而 阿尔巴尼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后 只说提到了杨恒军案件 但是并没有说明是否取得任何进展 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杨恒军的情况与成蕾非常不同 不过他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彭博观点文章 《女性的卧室》中没有习近平的位置 文章写道 今年年初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艰难的开局 他不得不应对台湾亲民主党领导人 民进党的赖清德的选举胜利 股市暴跌以及经济陷入困境的迹象日益增多 表明公民对这种局势感到不满的证据迅速被社交媒体搁置 但那些抱怨依然存在 以至于本周 人们再次关注去年10月引入的所谓习近平文化思想 以解读他对国家复兴的计划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主题 也是习近平希望以自己的形象重塑国家的延伸 去年10月 他开始强调妇女的责任 称他们需要努力生育更多的孩子 造福国家 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义政权说辞 妇女们需要尽力拒绝 共产党一直试图控制另一半人口的子宫 但即使在毛泽东时代 他曾著名地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性别之间还是相对平等的 而这种平等在今天的习近平统治下已经不复存在 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经济也就是缺乏工作机会 是这一切发生的真正原因 其他原因呢? 习是一个男性至上主义者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夏明告诉我 他信奉父权制度 并希望控制中国妇女 下说并补充道 总统希望他们退出专业事务并生孩子 这将在两个方面有所帮助 一方面将在高失业率时期 为中国男性提供更多机会 另一方面 理论上将有助于提高出生率 因为中国面临人口挑战 失业率非常糟糕 以至于去年 该国停止发布数据 只在今年重新确立了计算失业率的标准 并发布了更乐观的数字 中国表示 其青年失业率在去年12月改善至14.9% 在政策制定者花了几个月调整方法后 这一数字上升到去年夏天创纪录的高点 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 那么 为什么习可能承受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但王曼娜认为 这不仅仅是如此 她是人权观察的临时中国主任和副主任 她在去年11月指出 就中国政府而言 妇女的身体不属于他们自己 王在他的报告中继续说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 毛泽东大多鼓励妇女生育来使国家强大 然后 随着中国人口激增 邓小平在70年代改变了这一路线 导致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许多计划生育政策 例如独生子女政策 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 她告诉我 现在被告知要生孩子的妇女一代 与那些曾经被剥夺权力的不受欢迎的女孩是同一代人 控制妇女生育意愿的愿望并不是男性领导者所独有的 在印度 在如今臭名昭著的紧急状态期间 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发起了一系列活动 一些估计说 有800万印度人因为换取金钱和其他补偿 例如住房而进行了绝育手术 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干预是强制性的 但王说 习政府尚未制定强制规定要求妇女生育更多孩子 这可能是对社会风气变化的一种表示 中国政府变得更加老练 他说 现代化是习近平的新中国梦的一部分 因此 政府试图将人们转移到 他们认为是一个现代化、更新的中国社会 而这仍然是基于传统文化的 更好的做法可能是解决妇女考虑生育时面临的压力点 比如不断上涨的育儿成本 减少这些成本将是一个良好的第一步 引入免费教育 正如最近有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的那样 也将有所帮助 但从根本上讲 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 生育孩子的想法不仅因为孩子昂贵 而且因为经济前景恶化而变得繁重 许多人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考虑他们的孩子是否会比他们更好的程度 这是共产党统治下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至于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追捧 年轻妇女已经受够了 而且据一些报道 他们并不听从 那里的朋友对这些指令表示了沮丧 尽管他们似乎是微妙的 但鉴于在14亿人口的国家中 2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是女性 我们对政策并不感到惊讶 这并不是国家的统治者应该引以为傲的中国梦 撑起半边天不仅是一个失忆的词语 妇女的报复和生产力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需要离开他们的卧室 这篇彭博观点文章提出了几个 关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习近平政府政策方向的批评 文章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核心观点展开 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与女性角色 文章批评了习近平政府试图通过强调妇女生育责任来实现国家复兴的政策 将其视为对女性权力的压制和性别平等的倒退 这种做法被视为男权主义政权的典型表现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性别平等似乎有所退步 《经济压力与失业率》文章指出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尤其是青年失业率的上升 是政府强调妇女生育责任的背景 尽管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统计方法来美化失业数据 实际的经济压力和就业市场困境依然存在 人口政策的变迁 从毛泽东鼓励生育以增强国力 到邓小平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 再到现在 鼓励生育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显著变化 文章批评这种政策变化给妇女带来的压力 强调妇女的身体权力不应受到政府的控制 社会观念的变化 文章还提到 尽管政府没有强制妇女生育更多孩子 但这种政策方向反映了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坚持 与现代化极个人自由的追求相悖 同时 年轻一代对生育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经济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而选择不生育 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 这篇文章强调了经济困境与政府人口政策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如何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定义来应对这些挑战 然而 这种政策方向可能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变化和个人选择的多样性 改善经济状况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以及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可能是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挑战 同时 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 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 不应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力为代价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一月份信贷增长创纪录受到刺激措施的影响 中国股市反弹出现裂痕 破坏了交易员的假日心情 资生堂表示销售额正在恢复 辅导泄露事件对利润造成了损害 佩尔诺喜利将提供消费者信心指数 贷庄区域出现意外物品 伦敦的匆忙 请大家收看 中国一月份信贷增长创纪录受到刺激措施的影响 彭博社 中国的信贷增长在一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高位 显示出融资需求有所改善 贷款激增是由于季节性因素 因为银行在年初时往往会增加贷款配额 然而这也可能得益于刺激措施 因为政府试图支持经济并阻止股市暴跌 随着本周数据显示 中国消费者价格在一月份以来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呼吁当局采取更多刺激经济的举措越来越多 中国人民银行上个月宣布了比预期更大的降准措施 并暗示还会有更多的支持措施 尽管他保持了关键利率 令期望自去年8月以来首次降息的投资者失望 根据推特网友中国人士观察 没有进入中央领导慰老同志名单的 不止有魏凤和 李尚福、秦刚也是在世的 已卸任副国籍党和国家领导人 本来也算是老同志 作为最近卸任的国务委员 他们本来应该排在2023年初卸任的 国务委员赵克志之后 李尚福、秦刚不进入老同志名单 说明他们不管怎么处置 不会保留富国籍的地位了 中国股市反弹出现裂痕 破坏了交易员的假日心情 彭博社 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呼吁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因为他们仍然不相信市场已经触底 北京为止助股市暴跌的努力 已经帮助中正300指数出现反弹 但涨幅已经放缓 上中午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下跌 表明怀疑情绪仍然很高 投资者正准备面对更多的损失 除非当局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保证 然而许多投资者认为 市场上的涨幅是由国家基金购买和空头挤压推动的 而不是真正的资金回流 资生堂表示 销售额正在恢复 福岛泄露事件对利润造成了损害 彭博社 日本化妆品制造商资生堂宣布 随着人们对福岛处理过的放射性水释放的担忧减少 其在中国的销售正在恢复 该公司预计今年中国销售额将增长5% 需求预计将在第二季度完全恢复 由于对福岛水释放的担忧 资生堂去年的股价下跌了34% 然而 该公司对未来一年的前景给出了更为积极的展望 预计核心营业利润将增长38% 印度股票交易价值创历史新高超过香港 彭博社 与香港相比 印度的股票交易价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因为投资者越来越将印度视为中国的替代品 通过2月8日的100天期间 印度两大交易所的股票平均每日交易价值接近120亿美元 而香港为85亿美元 印度的股票市值在1月份曾短暂超过香港 野村证券的分析师表示 这种转变反映了对印度股票的结构性积极观点的共识 中国购物者削减旅行支出后 欧莱雅股价下跌 雅虎 随着第四季度同比增长6.9% 但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欧莱雅股价下跌了7% 由于中国游客数量下降 来自北亚地区的收入下降了6.2% 欧莱雅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 伊罗尼姆斯表示 公司将继续在美容市场中表现优异 经过数月的谈判 罕见的俄罗斯妥协出现 Yandex一主 雅虎 一家由俄罗斯投资者组成的财团 已同意以52亿美元收购搜索引擎巨头Yandex 这笔交易将使Yandex处于国内控制之下 并消除公司的西方监督 预计这笔交易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前俄罗斯财政部长和Yandex顾问阿列克谢库德林表示 在确保这笔交易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阿里巴巴的突破失败为15%的价格下跌打开了大门 彭博社 阿里巴巴的盈利下滑使其1月份的低点面临风险 因为其股价跌破了头肩底形态的右肩低点 技术指标显示下行目标为59港元 较上周五收盘价下跌15% 交易员将关注67.5港元和62.5港元的支撑水平 预计72.5港元至75港元区间将成为近期复苏的上行阻力 中国房地产危机引发的全球震荡才刚刚开始 彭博社 中国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正在出售他们在国际房地产市场上的持有 以筹集现金并帮助摆脱下跌市场的风险 这标志着这个行业的转折点 该行业一直在中国的深化房地产危机中受到困扰 由于借贷成本上涨引发的经济衰退 办公楼房地产价值已经蒸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 很少有资产被出售的事实意味着评估师们在有限的最新数据下运作 很难确定损失的真实程度 此外 市场担心这种僵局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未实现损失 然而 中国十年来的扩张热潮中获得的一批海外资产开始进入市场 因为房东和开发商寻求筹集现金来支持他们的国内业务 彭博智能的信用分析师Tolu Alamutu表示 随着有动力的卖家出现 市场冻结可能会解冻 提高透明度和价格发现能力 日经指数从34年高点下跌 因为投资者为了获利锁定而抛售股票 雅虎 周五 总部位于东京的日经指数上涨0.09% 达到36897.42点 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该指数一度上涨了1.15% 但投资者出售股票以锁定利润导致指数下跌 软银集团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8.72% 因为该公司连续五个季度首次实现盈利 快时尚零售商训销集团 UNICO品牌的所有者下跌0.92% 对日经指数构成了压力 而丰田汽车和日产汽车分别下跌0.81%和11.56% 拜登正在寻求超越关税 以阻止中国的智能汽车进入美国 彭博社 据称担心数据安全问题 拜登政府正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EV 及相关零部件的进口实施限制 这些措施将适用于源自中国的EV和零部件 无论它们在哪里组装 以防止中国制造商通过第三国进入美国市场 政府特别关注智能汽车收集的数据 因为许多车辆配备了连接互联网的调制解调器 使它们成为潜在的黑客攻击目标 英国的Color Capital将把香港办事处签至新的摩天大楼 The Henderson 彭博社 英国投资公司Color Capital已在香港的新摩天大楼 The Henderson签订了办公空间租约 该公司将在该建筑中占据约4500平方英尺的空间 该建筑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开放 The Henderson的其他租户包括加士德 艾比和凯雷集团 在香港商业房地产市场面临高空制律 和租金下跌的挑战之际 办公空间的租赁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金正恩表示他有合法权力摧毁韩国 彭博社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 他有合法权力摧毁韩国 这是在他决定将和平统一 从朝鲜的国家政策中删除之后 金正恩将韩国称为主要敌人 并表示随时可以袭击和摧毁韩国 此前 朝鲜议会废除了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法律 并在金正恩政权的一系列挑衅和威胁之际 韩国政府认为 朝鲜试图在4月的议会选举前提升自己的形象 有人猜测金正恩最近的行动表明 他已经准备好战斗 尽管美国总统乔拜登警告说 朝鲜进行合攻击将意味着金正恩政权的终结 日产汽车股价下跌 第三季度业绩凸显了对中国市场的担忧和竞争压力 雅虎 周五 日本东京交易所的日产汽车股价下跌超过11% 原因是该公司透露预计在本财年销售的汽车数量将少于之前的预测 原因是对其在中国业务的担忧 该公司已经对中国9个月销量下降26%做出回应 重点关注电动汽车推广速度较慢的城市和地区 日产汽车首席财务官Steven Ball表示 太阳能公司Cubic PV放弃在美国建设硅金元厂的计划 雅虎 太阳能设备制造商Cubic PV取消了在美国建设一家大型硅片工厂的计划 原因是产品价格下降和建设成本上升 这一举动对拜登政府实现太阳能供应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的目标构成了挫折 中国目前生产全球98%的硅片 Cubic PV部分由比尔 代词的突破能源风投支持 原计划通过今年建成一家10GW的工厂来引领国内硅片制造业 该公司将转而建设太阳能电池板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忠实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 中国一月份的信贷增长创下了历史记录 这一增长主要受到刺激措施的影响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支持经济增长 防止股市的暴跌 与此同时 中国股市的反弹出现了裂痕 投资者对市场的担忧情绪依然很高 这表明 投资者对政府提供进一步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 此外 日本化妆品制造商资生堂表示 其在中国的销售正在恢复 这对该公司的利润造成了损害 此外 印度的股票交易价值已经超过了香港 投资者越来越把印度视为中国的替代品 这反映了投资者对印度股票的积极观点 而 阿里巴巴的股价下跌使其面临风险 中国房地产危机引发的全球震荡才刚刚开始 最后 英国的Color Capital将把香港办事处牵制新的摩天大楼The Henderson 这对香港商业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他有合法权力摧毁韩国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故事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动态和变化 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 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同时 股市的波动和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希望这些新闻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试图限制伊朗石油受到经济和选举风险的困扰 中国持续通缩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无法使用2015年的策略来稳定中国市场 投资者表示 比尔 阿克曼想要你的钱 美国议员指责风险投资公司资助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 请大家收看 美国试图限制伊朗石油受到经济和选举风险的困扰 彭博社 拜登政府希望加强对伊朗石油销售的限制 以削弱其对中东激进分子的支持 但是 过度施压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和乔拜登总统与唐纳德 特朗普的即将到来的选举再次对决带来更高的油价 中国持续通缩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彭博社 中国正努力应对通缩问题 该国的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这对决策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试图刺激经济增长 并解决国家的债务危机 消费者购买力的疲软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削弱了信心 阻止了人们进行大额购买 导致商品需求疲软 制造业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影响 由于出口疲软和国内需求低迷 企业不得不降低价格 价格更便宜可能一开始对消费者来说是积极的 但他们可能会等待价格继续下降才进行购买 这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经济恶化和通缩的恶性循环 通缩导致的更高债务服务成本也会使企业更难进行投资 进一步降低需求并加剧通缩 北京此前曾通过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措施应对通缩 但由于担心增加金融风险 可能不愿再次采取这样的措施 经济学家呼吁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来刺激需求 并结束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习近平无法使用2015年的策略来稳定中国市场 投资者表示 彭博社 中国为了阻止7万亿美元的股市暴跌而采取的努力 让人想起了2015年 当时北京采取了极端措施来遏制股市崩盘 投资者表示 这一次问题更加根深蒂固 当局已经进入危机模式 支持中国下跌的市场 打击做空者并为银行释放资金 同时国家基金正在增加购买力 中国突然撤换了市场主管议会满 这表明了日益增长的警惕 这是近10年来提振股市的又一个标志性举措 比尔 阿克曼想要你的钱 彭博社 对冲基金经理 比尔 阿克曼计划推出一支新基金 名为Persion Square Universal 将在美国公开交易 阿克曼的旗舰基金Persion Square Holdings 已经公开交易 但在欧洲交易所上市 原因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公开投资基金的监管 比其欧洲同行更为严格 特别是在杠杆和绩效费用的使用方面 阿克曼希望有自由收取绩效费 这在欧洲是允许的 但在美国不允许 通过推出美国基金 它将能够对新的资金持收取费用 从而增加潜在利润 新基金将类似于Persion Square Holdings 并由同一团队管理 如果筹集到100亿美元 它所产生的管理费将抵消 Persion Square Holdings的绩效费 将其从16%降低到13.5% 美国议员指责风险投资公司 资助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 雅虎 根据2月8日发布的一份美国国会报告 红杉资本中国高通风险投资 和其他三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至少投资了30亿美元在中国科技公司 这些公司据称支持中国军方 及其对新疆少数民族的镇压 该报告还审查了GGV资本 GSR风险投资和Walden国际 在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 该委员会呼吁拜登政府 限制对被美国政府制裁的中国公司的美国投资 因为这些公司与军方或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有关 并敦促其将最近对中国的美国投资限制 扩大到其他领域 日本多次发现中国海警和军舰 在争议水域附近出现 雅虎 根据日本官员的说法 中国海警船已经连续49天 进入了日本声称的东海领海 日本国防部还报告称 自上周以来 中国军舰一直在冲绳附近海域活动 日本对中国的海上活动越来越担忧 并在去年12月通过了一项新的安全战略 计划研发可打击中国或朝鲜的远程巡航导弹 习近平告诉普京 两国都需要反对外国干涉 彭博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中国和俄罗斯必须共同努力捍卫安全 反对外国干涉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谈中 习近平表示 两国需要密切战略合作 以维护各自的主权和发展利益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两国领导人一直在加强彼此关系 习近平在战争开始前 与普京达成了无限制的友谊协议 习近平还表示 中国愿意加强与俄罗斯的国际多边合作 中国希望在与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获得安全 并且还希望利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低价优势 华为法国办事处遭到金融检察官的搜查 彭博社 法国金融检察官对华为在法国的办公室进行了初步调查 调查涉及对华为涉嫌贪污 滥用公款或行贿的怀疑 华为法国尚未对此调查发表评论 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索里奥表示 市场准入问题正在让制药公司对英国失去兴趣 彭博社 据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帕斯卡尔 索里奥表示 英国制药公司在将药物引入市场时面临的困难正在阻碍投资 他表示 英国的准入和报销障碍导致公司选择在其他国家投资 如美国和中国 索里奥赞扬英国政府解决了该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 包括简化临床试验和实施税收优惠 然而 他表示 药物准入仍然是一个绊脚石 该首席执行官批评了国家卫生与护理卓越研究所 NICE进行的成本效益评估 称成本美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的预值已经20年没有更新了 TikTok和Meta瞄准欧盟的内容管理法律 彭博社 TikTok和Meta平台前Facebook已经将欧盟告上法庭 对于他们被要求支付更高费用以执行该集团的新内容审查规定提出质疑 这两家公司对欧盟计算费用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他们将支付比其他科技巨头更多的份额 尽管这些公司可能拥有更大的用户群 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雇佣更多的内容审查员 并采用风险缓解方法来减少有害内容的传播 根据欧盟的规定 拥有4500万以上欧洲月活跃用户的公司 需要根据他们拥有的用户数量来分摊执行新规定所需的费用 99%的债券减计给对冲基金带来了对中国的残酷教训 彭博社 中国恒大最近的清算事件凸显了与中国共产党讨价还价的危险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和欧洲的对冲基金购买了该公司的债券 现在几乎一文不值 仅以每美元一分的价格交易 这些谈判受到了无数未知政府处理人员的过度干预 通过一个复杂的渠道网络传达给投资者 并导致了数月的对话中断 这是对中国政府为了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进行干预程度的第一手教育 每美元一分的价格向投资者发出了警告 因为其他中国公司面临违约 而官员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经济低迷问题 彭博社表示 对外国债权人的漠视几乎肯定意味着更多的资产将被拆分出售 今日股市股票保持稳定 标普500指数瞄准5000点 雅虎 周四 美国股市基本持平 标普500指数在接近5000点的历史高位后徘徊在平盘附近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内斯达克指数上涨0.3% 芯片制造商Arm的销售前景强劲 迪士尼股价上涨11% 因业绩超预期 并与泰勒、斯维夫特和堡垒之夜制作商Epic Games达成交易 在市场发生剧大变革后 福特汽车的电动车雄心转向大型卡车和小型车 雅虎 福特F报告了强劲的收益和乐观的2024年利润展望 并表示公司将继续在电动汽车转型上增加投资 但正是这一最新战略转变的细节让投资者们感到兴奋 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我们认为过去6个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 在美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上 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所有主要地区将价格下调了20% 大量资金正在流入 大量新产能正在涌入一个单一细分市场 两排做跨界车 外汇美元升温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49 雅虎 美元指数周一升至104.6 为12周高点 但此后小幅回落至104.23 涨幅为0.2% 这可能是由于美联储的评论表明 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水平 市场预计美联储3月降息的可能性约为20% 5月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约为60% 这些言论也有利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导致美元受到提振 尤其是对日元等低收益货币 中国股市在北京的救助努力下 创下一年来最佳周收益 雅虎 中国蓝筹股CSI300指数 在中国市场监管机构换届 和北京方面一系列支持措施的影响下 收盘上涨0.6% 报3364.93点 国有企业购买者的支持承诺 以及彭博社报道 习近平主席将会见监管机构 也帮助该指数实现了 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强周表现 该指数今年仍下跌2% 随着中国市场的低迷 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迅猛发展 雅虎 随着全球股市接近记录高点 避险资产不受青睐 中国股市自2021年高点以来 已经蒸发了4.8万亿美元的市值 中国曾经是一个在动荡世界中的增长堡垒 但现在似乎与世界脱节 这是由于房地产危机加剧 通缩压力 以及国家对私营部门的广泛控制 在连续三年的下跌之后 抛售行情进一步延续 一月份大陆股票的流出数量创下历史记录 中国努力实现关键产业自给自足 包括技术产业导致其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分离 根据MSCI指数 中国与全球股市之间的月度共同波动 接近历史低点 中国对福岛和废水泄露背后的混乱和无序表示谴责 雅虎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福岛核电站放射性废水泄露事件后 批评了东京电力公司TECCO和日本政府 TECCO报告称 在清洁工作中 由于一个阀门未关闭 大约有5500升的水从色吸收塔泄露出来 中国一直是对从2011年地震和海啸中被摧毁的福岛核电站 向太平洋释放130万吨经过处理的废水的决定 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亿万富翁盖格尔撼动欧书丹 黑石集团盯上该公司 彭博社 据报道 76岁的亿万富翁雷诺德 盖格Rio Geiger正加大努力将化妆品公司欧书丹 Loxetine International私有化 根据交易所文件 由盖格控制的实体拥有该公司超过70%的股份 据说黑石集团正考虑与这位奥地利企业家合作进行收购 2024年及以后要购买并持有的两只不可阻挡的股票 雅虎 苹果和亚马逊是投资者应考虑购买的两只股票 苹果在过去五年中的总回报率达到了350% 其智能手机业务和服务业务的持续增长 意味着它具备了未来增长的良好条件 根据Statistate的一项研究 苹果的广告潜力仍未开发 到2024年可能带来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 与此同时 亚马逊的净销售额和净利润分别自2019年以来增长了105%和150% 其云服务业务Amazon Web Services AWS是盈利能力的主要驱动因素 为公司2023年的营业利润贡献了250亿美元 电子商务仍然是亚马逊营收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其次是AWS广告服务和订阅服务 这两只股票都具有长期增长的潜力 可能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报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和深入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新闻内容 美国试图限制伊朗石油受到经济和选举风险的困扰 中国持续通缩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无法使用2015年的策略来稳定中国市场 第二 阿克曼想要你的钱 美国议员指责风险投资公司资助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 日本多次发现中国海警和军舰在争议水域附近出现 习近平告诉普京 两国都需要反对外国干涉 华为法国办事处遭到金融检察官的搜查 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索里奥表示 市场准入问题正在让制药公司对英国失去兴趣 TikTok和Meta瞄准欧盟的内容管理法律 99%的债券减计给对冲基金带来了对中国的残酷教训 今日股市 股票保持稳定 标普500指数瞄准5000点 福特汽车的电动车雄心转向大型卡车和小型车 外汇美元升温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49 中国股市在北京的救助努力下 创下一年来最佳周收益 随着中国市场的低迷 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迅猛发展 中国对福岛核废水泄漏背后的混乱和无序表示谴责 亿万富翁盖格尔撼动欧书丹 黑石集团盯上该公司 2024年及以后要购买并持有的两只不可阻挡的股票 现在让我们来进行一些深入分析 首先 美国试图限制伊朗石油受到经济和选举风险的困扰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对伊朗石油销售的限制来削弱其对中东激进分子的支持 然而 这种过度施压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拜登总统与特朗普的选举对决带来更高的油价 其次 中国持续通缩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正努力应对通缩问题 这对决策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消费者购买力的疲软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削弱了信心 导致商品需求疲软 通缩对制造业影响尤为严重 企业不得不降低价格 经济学家呼吁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来刺激需求 并结束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第三 习近平无法使用2015年的策略来稳定中国市场 中国为了阻止股市暴跌而采取的努力让人想起了2015年 然而 这一次问题更加根深蒂固 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已经进入危机模式 支持下跌的市场 打击做空者并为银行释放资金 这表明了日益增长的警惕 这是近十年来提振股市的又一个标志性举措 此外 比尔 阿克曼计划推出一支新基金 名为Persion Square Universal 这将使它能够对新的资金池收取费用 从而增加潜在利润 这显示了比尔 阿克曼在投资方面的聪明才智 另外 美国议员指责风险投资公司资助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 这引发了对中国科技公司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的担忧 这也加大了对中美关系的压力 最后 福特汽车的电动车雄心转向大型卡车和小型车 这反映了市场的需求变化和竞争情况 福特希望抓住市场机会 并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深入分析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新闻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接下来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你们的问题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亚洲股市表现不一 美国股市上涨 债券下跌 市场总结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坏消息 Shock Ninja在中国大亨失事之际创造了新的财富 美国试图限制伊朗石油受到经济和选举风险的困扰 中国持续通缩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请大家收看 亚洲股市表现不一 美国股市上涨 债券下跌 市场总结 彭博社 亚洲股市出现分化 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而美国国债连续第二天出现抛售 高收益率支撑了美元 香港恒生指数连续第三天下跌 而澳大利亚期货合约持平 日本期货合约上涨 受到日元走弱的支撑 标普500指数收涨0.1% 接近5000点 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0.2%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坏消息 彭博社 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压制负面经济新闻 和批评性公众评论来恢复对该国经济的信心 然而 这种策略不太可能成功 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压制负面数据只会增加投资者的不确定性 抑制对中国股票的热情 此外 缺乏可信的数据使投资者难以评估情况是否在改善 导致他们保留资本并延长低迷期 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 美国重视经济数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并考虑更大胆的改革努力来应对经济挑战 Shark Ninja在中国大亨失事之际创造了新的财富 彭博社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王旭宁也被称为CJ 身价达到32亿美元 30年前 王旭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制造豆浆的电动机 并将他的帝国扩展到了美国 在那里他的公司Shark Ninja生产吸尘器 吹风机和炸锅 他受益于在美国上市 2022年公司37亿美元的收入中 95%来自北美和欧洲 美国试图限制伊朗石油受到经济和选举风险的困扰 彭博社 拜登政府希望加强对伊朗石油销售的限制 以削弱其对中东激进分子的支持 但是 过度施压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和乔拜登总统与唐纳德 克朗普的即将到来的选举 再次对决带来更高的油价 中国持续通缩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彭博社 中国正努力应对通缩问题 该国的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下降 这对决策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试图刺激经济增长 并解决国家的债务危机 消费者购买力的疲软 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削弱了信心 阻止了人们进行大额购买 导致商品需求疲软 制造业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影响 由于出口疲软和国内需求低迷 企业不得不降低价格 价格更便宜 可能一开始对消费者来说是积极的 但他们可能会等待价格继续下降 这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经济恶化 和通缩的恶性循环 通缩导致的更高债务服务成本 也会使企业更难进行投资 进一步降低需求并加剧通缩 北京此前曾通过货币宽松 和财政刺激措施应对通缩 但由于担心增加金融风险 可能不愿再次采取这样的措施 经济学家呼吁采取更积极的政策 来刺激需求 并结束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太阳能公司Cubic PV放弃 在美国建设硅金元厂的计划 雅虎 太阳能设备制造商Cubic PV取消了 在美国建设一家大型硅片工厂的计划 原因是产品价格下降和建设成本上升 这一举动对拜登政府实现太阳能供应链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的目标构成了挫折 中国目前生产全球98%的硅片 Cubic PV部分由比尔 盖茨的突破能源风头支持 原计划通过今年建成一家10GW的工厂 来引领国内硅片制造业 该公司将转而建设太阳能电池板 比尔 阿克曼想要你的钱 彭博社 对冲基金经理比尔 阿克曼计划推出一支新基金 名为Persion Square Universal 将在美国公开交易 阿克曼的旗舰基金Persion Square Holdings 已经公开交易 但在欧洲交易所上市 原因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对公开投资基金的监管 比其欧洲同行更为严格 特别是在杠杆和绩效费用的使用方面 阿克曼希望有自由收取绩效费 这在欧洲是允许的 但在美国不允许 通过推出美国基金 它将能够对新的资金持收取费用 从而增加潜在利润 新基金将类似于Persion Square Holdings 并由同一团队管理 如果筹集到100亿美元 它所产生的管理费将抵消 Persion Square Holdings的绩效费 将其从16%降低到13.5% 美国议员指责风险投资公司 资助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 雅虎 根据2月8日发布的一份美国国会报告 红杉资本中国高通风险投资 和其他三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至少投资了30亿美元 在中国科技公司 这些公司据称支持中国军方 及其对新疆少数民族的镇压 该报告还审查了GGV资本 GSR风险投资 和Walden国际 在中国半导体 和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 该委员会呼吁拜登政府 限制对被美国政府制裁的 中国公司的美国投资 因为这些公司与军方 或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有关 并敦促其将最近 对中国的美国投资限制 扩大到其他领域 随着尼基 黑利在加利福尼亚州 进行巡回访问 甚至一些最热情的支持者 也看不到他的前途 雅虎 尼基 海利 Micky Haley 周三在科斯塔梅萨的 野鹅酒馆临时讲台上 刚刚露面 就开始遭遇打断 一个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喊道 你已经输了 尼基 安保人员随即将这名男子 赶出了酒馆 随着酒馆门打开 外面特朗普抗议者的呼喊和嘘声 充斥了整个房间 不要对这样的人生气 海利在噪音中说道 移民经历过类似情况的政治家的镇顶 应对了这一事件 我丈夫现在正在执行任务 他们每天都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拥有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生气 大约一百人的人群欢呼起来 海利优雅地继续进行她的竞选演讲 但是 正如海利本周在加利福尼亚州巡回造势 和筹款时所展现的 这一事件凸显了她竞选的最大挑战 超越前总统特朗普 日本多次发现中国海警和军舰 在争议水域附近出现 雅虎 根据日本官员的说法 中国海警船已经连续49天 进入了日本声称的东海领海 日本国防部还报告称 自上周以来 中国军舰一直在冲绳附近海域活动 日本对中国的海上活动 越来越担忧 并在去年12月通过了一项新的安全战略 计划研发可打击中国或朝鲜的远程巡航导弹 华为法国办事处遭到金融检察官的搜查 彭博社 法国金融检察官对华为在法国的办公室进行了初步调查 调查涉及对华为涉嫌贪污滥用公款或行贿的怀疑 华为法国尚未对此调查发表评论 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索里奥表示 市场准入问题正在让制药公司对英国失去兴趣 彭博社 据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帕斯卡尔 索里奥表示 英国制药公司在将药物引入市场时面临的困难正在阻碍投资 他表示 英国的准入和报销障碍导致公司选择在其他国家投资 如美国和中国 索里奥赞扬英国政府解决了该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 包括简化临床试验和实施税收优惠 然而 他表示 药物准入仍然是一个绊脚石 该首席执行官批评了国家卫生与护理卓越研究所NICE进行的成本效益评估 称成本美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的预值已经20年没有更新了 TikTok和Meta瞄准欧盟的内容管理法律 彭博社 TikTok和Meta平台前Facebook已经将欧盟告上法庭 对于他们被要求支付更高费用 以执行该集团的新内容审查规定提出质疑 这两家公司对欧盟计算费用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他们将支付比其他科技巨头更多的份额 尽管这些公司可能拥有更大的用户群 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雇佣更多的内容审查员 并采用风险缓解方法来减少有害内容的传播 根据欧盟的规定 拥有4500万以上欧洲月活跃用户的公司 需要根据他们拥有的用户数量 来分摊执行新规定所需的费用 今日股市股票保持稳定 标普500指数瞄准5000点 雅虎 周四 美国股市基本持平 标普500指数在接近5000点的历史高位后徘徊在平盘附近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内斯达克指数上涨0.3% 芯片制造商Arm的销售前景强劲 迪士尼股价上涨11% 因业绩超预期 并与泰勒、斯维夫特和堡垒之夜制作商Epic Games达成交易 在市场发生剧大变革后 福特汽车的电动车雄心转向大型卡车和小型车 雅虎 福特F报告了强劲的收益和乐观的2024年利润展望 并表示公司将继续在电动汽车转型上增加投资 但正是这一最新战略转变的细节让投资者们感到兴奋 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我们认为过去6个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 在美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上 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所有主要地区将价格下调了20% 大量资金正在流入 大量新产能正在涌入一个单一细分市场 两排做跨界车 外汇美元升温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49 雅虎 美元指数周一升至104.6 为12周高点 但此后小幅回落至104.23 涨幅为0.2% 这可能是由于美联储的评论表明 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水平 市场预计美联储3月降息的可能性约为20% 5月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约为60% 这些言论也有利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 导致美元受到提振 尤其是对日元等低收益货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 从亚洲股市的表现到中国经济的压力 再到美国政治和企业的动态 以及国际间的紧张局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 有什么深层次的分析吧 首先 亚洲股市出现了分化 美国股市却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暗示了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 然而 美国国债的抛售却使得债券下跌 美元走强 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投资者对于通胀的担忧 以及美联储对于加息的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 以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 试图通过压制负面经济新闻和舆论 来恢复对经济的信心 然而 这种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 增加投资者的不确定性 并抑制对中国股票的热情 相比之下 美国更看重经济数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并采取更大胆的改革努力 来应对经济挑战 因此 中国可以向美国学习 提高数据的透明度 并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 在企业方面 我们看到中国的Shark Ninja公司 创造了新的财富 而福特汽车则调整了电动车战略 这表明创新和适应市场需求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而对于华为来说 法国金融检察官的搜查 可能给这家公司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 企业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并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准备 最后 我们看到国际局势也出现了动荡 美国试图限制伊朗石油销售 但这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困扰 同时 日本对中国海警和军舰的活动越来越担忧 这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各国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分歧和争端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深入分析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观点 同时 我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关注经济学人封面报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领导 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工作 一场市场暴跌可能会结束 你的职业生涯甚至更糟 在股市不稳定的几周后的2月7日 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 突然被解职并换人 他并不是第一个 在股价暴跌后下台的官员 他的前任流逝于于2019年被解职 并因涉嫌腐败而接受调查 而在他之前的肖刚 也因2015年的市场崩盘而成为替罪羊 在被解职之前 义惠满先生肯定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 今年以来 中国和香港证交所已经被抹去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值 2月5日 上证宗旨暴跌至5年低点 总体而言 该指数自2022年初以来已下跌于五分之一 尽管中国股票在其30年历史中的表现大多令人沮丧 但当前的下行趋势感觉与以往不同 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前景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要黯淡 房地产市场的糟糕状况是主要问题 房价和销量已经下跌了一年多 政策制定者未能阻止这一调整 在2015年的股市暴跌期间 零售投资者有一个口号 抛售股票 购买房地产 但如今没有人在呼喊这句口号 更糟糕的是 政府的就是计划看起来无法胜任任务 对许多公民来说 他们觉得中国从未真正摆脱过黯淡的零星观念 原本预期在2023年实现的经济复苏在年初挫败 导致该国陷入通缩 悲观情绪自那时以来就笼罩着市场 高盛 Goldman Sachs 一家银行最近向其十几位本地客户 资产管理人 保险公司和私募股权类型的人 询问了他们对中国的悲观程度 评分范围从零到始 零表示等同于他们在2022年封锁期间的预期 一半的人给了中国零分 另一半给了三分 这种情况应该引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担忧 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超过两亿中国人拥有股票 官员们面临着受责备的风险 很少有事情比市场暴跌更能激怒中国社交媒体战事 最近的一篇帖子暗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食品送货被搜柴以寻找危险物品 如炸弹或毒药 许多人纷纷在美国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账户上抱怨 一系列愤怒的帖子也针对胡锡进 这位经常试图为中国股票拉抬声势的民族主义媒体人士 他去年曾表示 如果股票亏损过多 他会跳楼 不是因为损失本身 而是因为尴尬 随着上证宗旨创下五年新低 一些人建议他遵守诺言 另一个让习近平担心的原因是 市场反映了中国和他的领导在国外的认知 直到相对最近 全球投资者一直对中国股票情有独钟 他们被纳入2018年 MSCI旗舰新兴市场指数 受到资产管理人的欢迎 并被誉为中国股票市场国际化努力的一步 不用说 这种兴奋情绪已经消退 零新冠政策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尽管尽管习近平支持普京 尽管普京入侵乌克兰 但大多数投资者认为 没有比房地产下行拖延多年 更能伤害习近平 尽管中国当局 仍然希望吸引投资 但外国投资者正在撤离 他们已经连续几个月是净卖家 仅在1月份就抛售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股票 抛售如此严重 以至于一些经验丰富的外国投资者正在关闭 新加坡的Asia Genesis对冲基金在1月宣布将关闭业务 因为股价意外下跌 大多数外国投资者不抱希望短期内会有复苏 上海外资银行的一位投资经理表示 股市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稳定下来 的确 在2月6日 沪深300指数 一家公司指数 当天收盘上涨超过3% 是一年多来的最佳表现 然而 低信心水平将持续存在 直到领导人提出足够雄心勃勃的计划 来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该经理指出 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金钱说话 自1月底以来 监管机构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市场稳定的声明 最近 2月6日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国家队的国内机构中央汇金公司表示 将开始购买股票以帮助稳定市场 2月4日 中国证监会表示 将防止交易异常波动 并打击恶意空投卖空 此类声明使基金经理感到不安 外国投资者需要使用对冲工具 如空投卖空 以正常运作 对于打击的讨论 因此引起他们从中国市场撤资的行为 以免他们无法对冲头寸 有些人还因担心其员工可能被拘留 并被指控金融犯罪而撤资 外国和国内投资者都在等待国家救助基金 有关该基金的消息已有迹可循 但没有更多信息 1月23日 新闻服务机构彭博社报道说 一家配备了约2万亿元人民币 约2800亿美元 约占中国股票市值的3%的稳定基金 可能开始购买股票 国家队 有几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组成 包括中央汇金在内 通常在市场下行期间介入 2015年 该团队通过购买个别股票 抢购了整个市值约6%的股票 最近 这些投资公司购买了交易所交易基金 以避免在其目标公司的名称泄漏时 被指控内幕交易 尽管投资者最近几周已看到国家队的迹象 但到目前为止 他们可能购买的股票价值不到1000亿元人民币 远远低于扭转市场局势所需的金额 中央政府最终可能会在春节假期后 即从2月12日开始为期一周的假期后 出台更大规模的救助方案 但习近平也在着眼于 对中国股票市场运作方式 和投资者对其所交易公司的价值 进行全面改革 计划的一部分是将中国市场的重点 从资本筹集转向帮助投资者保值 这种区别常常使外国市场观察家感到困惑 股票市场不应该既服务于资金需求旺盛的公司 又服务于普通投资者吗? 从理论上讲 是的 但在中国 市场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经常也为国家目标服务 近年来 习近平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将资本市场开放到人工智能 绿色技术 机器人和半导体等行业 作为竞争美国和主导若干先进技术行业的一部分 政府还热衷于这些行业的公司在国内上市 而不是在外国交易所上市 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后续发行浪潮 事实上 反应如此之强烈 它使中国连续几年成为全球最大的IPO市场 在2020年至2023年间 中国公司在本地证交所筹集的资金比之前十年还要多 这有助于实现习近平的目标 但他也从二级市场中吸走了流动性 而投资者的价值存储通常在其中 公司往往以较高的估值上市 然后看到其股价下跌 现在监管机构希望向更加面向投资者的市场转变 以保护普通投资者 这意味着较少的IPO和更多的流动性被引导到二级交易 历史重演 中国市场以前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周期 2012年监管机构停止了所有IPO 希望过剩的流动性将支持股价 结果2013年没有任何公司上市 即使有数百家公司加入了希望筹集资金的队列 IPO在2014年恢复 第二年股市进入了一轮历史性的疯狂上涨 最终以一次戏剧性的崩盘结束 这种经历伤害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监管机构的声誉 随着官员再次尝试使市场对投资者更友好 资本配置者将对先前发生的事情充满意识 中国政府长期计划的另一部分是提高国有企业SOS的市场价值 尽管这些公司已经主导了中国的市场 但他们的价值仅为类似的非国有公司的一半 这是因为投资者认为SOS是笨拙的运营商 更忠诚于党的官僚而不是股东 因此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的建议 以提高他们的股价 这样一个系统将旨在教育投资者 让他们了解国有企业应该发挥的更广泛的社会作用 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减少失业率 但这也将涉及SOS内部的改革 国有企业管理者历来对投资者关系不关心 并且没有使用股本回报作为评价绩效的内部指标 这将发生改变 与此同时 监管机构希望这些公司支付定期股息 并进行回购以回报投资者 如果这些改革成功 他们不仅将提高中国股票交易所的价格 还将通过其对这些公司的持股增加国家的财富 这些变革在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 经济仍在快速增长时会更容易实现 大多数改革需要投资者接受国家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在引导资本流动还是使SOS更具吸引力方面 投资者现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交易中国股票的经验 他们记得最初上市和推销SOS的尝试 以及指导资本流向经济某些部门的愿望 并见证了结果 最终 中国投资者可能别无选择 只能重新投资于该国的股票市场 然而 外国投资者有其他选择 习近平能够重新赢得市场吗? 国内外投资者不再信任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今年中国股市的投资者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旅程 即使美国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和香港的市场单单在一月份就蒸发了1.5万亿美元 零售投资者开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宣泄他们的不满 股价暴跌如此之惨烈 以至于据报道 在2月6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告知 第二天 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被解职 随着国有企业开始购买股票 股价稍有恢复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们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然而 退一步看 不难发现令人沮丧的大局 自2021年达到顶峰以来 中国和香港股市的市值已经下跌了近7万亿美元 跌幅约为35% 而美国股市的市值却上涨了14% 印度股市上涨了60% 这种下跌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国内外投资者曾经将中国政府视为经济的可靠管理者 现在这种信任已经消失 对中国的增长产生了严重后果 不到10年前 中国市场的氛围还是充满活力的 外国投资者渴望利用这个世界上新兴的经济之星的潜力 中国以每年6%以上的稳定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扩张 随着离岸投资者在2014年通过香港获得了直接投资中国股票的途径 外国投资组合投资涌入 4年后 金融公司MSCI开始将中国内地股票纳入其全球指数 中国政府则希望通过专业化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专业知识 并建立一种资产类别来取代房地产 一批富裕的商人和投资者正在涌现 他们受到习近平本人的鼓励 要过上中国梦的生活 隐含的理解是 无论中国的政治如何 他的官员都可以信任 将经济引向繁荣 中国将继续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增长 其公民仍将将财富和经济稳定至于政治自由之上 外国投资者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每个人都能致富 发生了什么问题 一个广泛注意到的问题是习近平政策制定的胆怯 自2020年开始的对科技的监管打击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 从零星观中走出来是一场失败 政府在一场房地产危机上犹豫不决 这使得储蓄和情绪受到削弱 并将经济脱入通缩 截至1月的年度价格下跌速度 是2007-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 他确实希望避免再次引爆泡沫 但他也希望避免施舍 并将增长重点放在他认为 将帮助中国与美国在技术、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匹敌的高质量行业上 然而 即使在这些行业 去年的利润也下降了 而且 中国缺乏所需的刺激 不太被重视的是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已经失去兴趣的程度 他们不仅必须应对糟糕的政策制定 还必须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可能危及他们投资的风险 他们已经连续几个月是中国内地股票的净卖家 尽管资产管理人员曾经为中国纳入全球指数而欢呼 但他们现在正在设计排除中国的产品 相反 投资者正在关注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度 以及拥有尖端技术的日本 香港也受到了影响 来自内地的公司占其市值的四分之三 在1月22日 印度短暂超过了香港 成为世界第四大股票市场 最令人担忧的是 内地投资者也在失去信心 在经历了30年的惊人增长后 中国的富裕阶层正在经历财富的痛苦逆转 正如我们本周的简报所报道的那样 他们的房地产和金融投资都在下降 调查显示 去年许多白领工人的工资被削减了 证据表明更多的资金正在流出中国 那些无法绕过中国资本管制的人 正在转投更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 或者逃往在内地上市的 跟踪外国股票的基金 所有这一切将对中国的增长造成打击 我们对家庭调查的分析表明 一个小但有影响力的群体 拥有大部分中国的金融资产 他们困难的境况将产生连锁效应 降低消费并影影响投资决策 被困在内地的投资者 可能别无选择 只能将一些辛苦挣来的现金投入股市 相比之下 外国人可能更难重新吸引 这将给中国带来代价 尽管外国投资者 仍然只拥有其股票的很小一部分 多年来 他们为资产价格提供了有用的外部检查 此外 他们十年前进入市场时 与中国公司的资本支出和研发投资有关 相反 他们的离开可能会伤害创新 习近平似乎知道出了问题 除了解雇议会满外 政府还限制了空头卖空 并命令国有资产管理人购买股票 这可能暂时支撑股价 但这种干预只会暴露出中国对市场的不信任 凸显了投资者离开的原因 远非拥抱广泛变革的必要性 习近平正在使情况变得更糟 在国内 他在打击对经济的批评 与此同时 中国对外国企业的怀疑日益加深 离岸投资者获取金融数据越来越困难 去年12月 游戏行业的新规定提出 但在市场反应不佳后悄悄被取消 在1月 尽管持续通缩 但央行拒绝降息 让市场措手不及 所有这些只会吓跑投资者 改变的真正障碍是习近平坚定的信念 即他和共产党必须完全控制一切 要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 需要重新考虑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 但习近平不太可能放松他的控制 投资者曾经认为 中国的政治不需要侵犯他们赚钱的能力 现在他们知道政治无处不在 他们将更加谨慎行事